今天呢是对阵韩国的名酒 两个人上一次相遇呢是在越赛的总决赛上面 小孩是上了一个全主力解除了封印 当时那个场面是非常的残忍 那老板也看不下去 所以今天呢小孩是要有一个限制 是指定小孩选择三神气队 草屁八神加神乐 虽然从这个名字上来看确实封印了主力 这还是一支封印队 但问题是你确定八神不是主力吗 现在八神此时的心情是非常的不满的 所以找准了一个机会缺乏了对手的一波生龙 然后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海参最后一口气又熬中一个生龙 但问题也不大了 反手我感觉小孩这边是准备用下笔去抓对手落地的 但没想到对手这一箱逆枪还是让他打中了 没打中的话就直接一命呜呼 最后是拼到一个相杀 好像是一个八百米开位的站中角 飞出去拼到了 那名酒的这个角色池非常有意思 上一次总决赛的时候就说了 对吧 这非主流的选手 在打总决赛 我竟然没有看到克隆这个角色 我感到非常的诧异 哦 上来EEX的卸风 打完以后连招掉了 抓的是很帅 后面的连招就不怎么帅了 不过问题也不是很大 现在看起来小孩这里保持了强而有力的攻势 把对手一路摁进的墙角 前跑一个刹车 给了一个C头 完了C0继续压 右手这边 他终于按捺不住的跑 想跑往哪里跑 反手一个卸风再回来继续坐牢 坐牢坐到死 现在这边又跳机下来 完了呀 这里每一次想要用小跳把位置 换出去那就会吃到一个下笔的抓落地 哦呦 这就是滴水不漏的进攻 对手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出这个门 非常的难 你不像街霸还能猜一猜 这玩意儿没得猜 所有的行动都尽在掌握 好 那现在到了对手最后一个 阿修 阿修上来堵一个粉碎打击 觉得小孩要做什么 我觉得小孩就算要做 他可能也是一个EX的卸风抓你 你这个也抓不到吧 完了呀 看起来已经非常不妙了 暂时一个前跑哇 直接走一个下单 我还以为这个时候会突然跳起来绕一个百合车 小孩还问了一句 有意非吗 他好像在跟老板商量 这个穿三是不是有奖励 但具体的结果可能还得问过老板才知道 好 那现在来到了调子 看来对手的明天君一发cd命中 跟着波往前来打一波小孩这边 下期直接预判对手的一个小跳 抓下来以后 哎哎哎哎你干嘛 这个蟹风呼呼呼 用EX生龙过波 这一手有点传承于阴太 是吧 生龙过波有点狠 这时候生龙又防住了 完了这名就每次在练临绝境的时候 都会选择一发强而有力的生龙 最后把自己给送走 这个情况好像又一次重复了 复刻了经典 所以你说八神这个角色 他不是主力 这个八神能服吗 他肯定不服啊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下死手 要够狠 这里跳入赤道一个下c的对空 下来还绕一个身后 小孩解头 解头以后第一时间就往脸上跑 这个就是 对吧 人喂猜死鸟喂死亡 小孩为了这一非的奖励 就玩了命的进攻 万一搏到一个穿三呢 对不对 现在很努力啊 这已经不是事关胜负的问题了 这是守财努与他的财富之间的战斗 完了 这里名就又吃蟹红了 啊蟹红吃刀跑 那这样一波打下来 小孩面对到对手 最后一个角色的时候 应该还有一个半血 回来还是比较多的 还是有机会 不过呢对手是阿修 阿修这个角色呢 无论你有多少血量 我都可以直接秒了你 这可能是挡在小孩面前 最大的一个阻碍 到底能不能穿 来还是上来空的你说 用全逼 喔 CD粉碎打击赌一手 赌完以后再赌生龙 你能赌我就不能赌吧 盘手也是一个生龙 看这样小孩跳CD 压过去看能不能有智慧 战C的一发对空落地 直接抢头再压 就这么凶 像疯狗一样 玩乐宾就是要穿 安倒 靠C拍头 对手 哎哟哈哈 谋啦 还有 还有还有 C头抓到 往后AB想骗下生龙 跳CD压过去 喂 想要穿三的心情 你感受到了吗 反正我很强烈的感受到了 小孩现在打比赛 已经不光是要求赢了 这还得要一个打三个 就八神一个人就是一支部队 后面两个 只是用来锦上添花的 小孩现在非常不满 上来放个烟花 对吧 两个烟花放完 准备要请队手上路了 谁让你把我的八神搞死的 这件事情 他好像不太能接受 但是也同得有接受的这一天 上来一发EX的荒药命中 下段走完以后 明九这边直升 明九为什么老是一个粉碎打 这很可怕的样子 最后前跑又是一个圣龙 我甚至在这个圣龙当中 感受到了一丝怒气 好 这样是到了第三次之会 来吧 继续努力 来 八神对上这个明天君 明天君上来又是抱着枕头 横在了地上 躺在地上确实是抱枕头最好的归宿 圣龙 再来 Kelsey压头下段 Kelsey又拍中对手一个抢空 完了 这边没久 要晕了吗 没有晕到 这边是被对手抢了一个头 直接出来了 明九这边我感觉他可能也没有什么很大的翻盘的想法 在这边疯狂的发波针 这属于有点奇怪 有点奇怪 这边还选择发 小孩一个小跳笔以后 直接用一个非常长的角质头把对手给勾死了 但是不得不说刚才明九发波发的很熊 就那一连串的波 简直就是鼓励在世 对吧 就完全不给动 好家伙 小孩这里前走有一个移动的卸风直接抓回来 我还记得这个虾米就吃卸风吃到饱 我就看他好像一直在吃 又来 为什么每次碰到虾米的时候 就会不停的出卸风 很怪 然后虾米就一直吃 EX的烧火一把 哎呀 这样的话是一个满血来到第三个人 这些小孩这边距离他的穿山目标又更加近了 阿修不要阿修 怎么办阿修不要 阿修不会不要的 阿修有三个气 阿修摸到你一下你就没了 来 那小孩这边对到阿修 阿修不要 阿修来了 开始了 不够气 不够气 还表示不够气不够气 够了 对不起 BC以后爆了万冲一星 不过我觉得 现在最好的消息是 这一套打完应该不会直接晕 他应该会留一个晕点 小孩这边只要防住那一锅 还是有机会的 晕点不够 如果再多一次的话就直接打晕了 对吧 好 还有智慧 这CD想摸一下脚 跳CD 抽 呦呦呦 被跳入了 阿修 还活着 这一次 阿 撞在博上 慌了 慌了 小孩此时很沮丧 虽然明知这个比赛的结果一定是赢的 但他好像比输了还要难过 现在不允许输 八神不能输 八神还是输的 好家伙 那这样小孩又到了草居放烟花的时间 战C对空 对 来被对手抓到一个头 丢一个火药压起身 战C直接拼下来以后 这边不爆BC直接找对手拼命吗 感觉是要来的 他手上四七已满 接下来肯定是铁了心的一个两点确认 加上一套顶点 这个游戏不会有太大的变数 来 命数 这边要直接开顶点了呀 先来一把强化大蛇提翼 最后一个顶点送上天 好家伙 小孩最后虽然赢了比赛 但没能赢得奖励 这个打完以后呢 小孩也是长输一口气 哎 好家伙 赢了比输了还难过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当你看到这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